财政部所得税税改 检讨报告出炉 而其中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规划从现行12万8千元 调高到15万元 不过财政部强调 就是每年例行检讨工作 目前还没有定案 马上就要进入五月报税的季节 为了减轻民众负担 财政部委托中华财政学会 进行我国鼓励所得科税 及两税合一制度检讨报告出炉 其中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 规划将从现行的12万8千元 调高到15万元 预估将有539万纳税人受贿 有立委批评政府扩大减税 是为了一例一休政策解套 一例一休它确实有一些互作用 那如果这个造成冲击 那未来要是可能再扩张 那你认为财政部会不会打算 再扩大来适用这个减税的这个方法 不会不会 此外也有立委质疑 日前大法官会议解释 现行薪资所得只可以采定额扣除 违反宪法平等保障原则 至于上班族和工作有关的 制装费 整形费 购书及交通费等 未来是否可以列举扣除 财政部表示会参考其他国家做法 采正面表列方式 财政部强调所得税的税改实行细则还没定案 下周将拜会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听取各界意见 选定符合政府施政需要以及民众期待的方案 五月会正式提出税改方案报行政月审议 如果修法顺利 最快明年五月报税时就可以适用 记者来说明讲东西台报道